哈喽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已经被催到不行的这个Kleidos新品的评测 Kleidos这个品牌真的就是国货里面的沙马特 他们完全不走那种温柔日常风 就是怎么夸张怎么来,怎么有个性怎么来 像他们之前出的这个大盘Deep Sea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夸了他不知道多少次了吧 他们这次呢是出了三盘小眼影 他们这一系列呢是叫未来主义 你看这个包装是不是非常贴合主题 我觉得他们这次包装比之前的包装好看很多 Deep Sea这个眼影盘呢就总有一种月饼盒的感觉 它这些印花就会比较普通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它这个新系列 你看这个印花高不高级 这个包装就不要跟他们自己上一期的相比了 就跟市场上大部分的彩妆来比 它都是完爆的 真的是太精致了 虽然它也是直版的 但它非常硬非常厚 它这个材料给我的感觉跟Pammergrass的小盘很像 它美盘里面都有六个颜色的眼影 它这个开口处是有吸铁石的 打开还有面小镜子 我这次化妆都是只用到它这个小镜子就够了 就是你这样照的话正好是照眼睛这一段 它美盘是六个颜色 一共是8克 然后售价128人民币 那接下来我就把美盘都试一下色 并且化个妆给大家看一下上眼的效果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是它红色包装这盘Cyber Bronze 这盘应该是它这个系列里面最日常的一盘 这个是它的外包装 这个包装真的非常好看 你看 上面的花纹多好看 这边是它的色号 这是里面的六个颜色 这六个颜色里面三个哑光色 三个这种金属亮片色 它的哑光色都是非常日常 非常百搭的那种 你看它这种色系 然后金属色的话 一个粉红色 一个大红色 还有一个银色 我们先来做个手臂试色吧 看这三个金属色 猛不猛 这三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特别是那个粉色 超美的 然后再是它的哑光色 我这盘里面用这个浅色用的最多 能看到这个颜色使用痕迹吗 这就是一个淡淡的百搭色 第二深的颜色 这是最深的 看这三个颜色是不是超级百搭 你直接用这三个颜色 画个那种哑光色的妆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直接来上眼 首先用最浅的棕色画一下眼窝 然后上glitter glue 接着把这个大红色上满 主要强调两端 再看这三个颜色 再用这个粉色按在眼球中央 约染下边缘 下眼影也先用这个颜色打底 红色画满 再用这个银灰色再下眼尾加一点 然后再眼头再加一点 那以上就是这盘Cyber Bronze的一个完整妆效了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盘的 你们看这个使用痕迹也看得出 我日常出门如果想快速画个眼妆的话 那就用这个打个底 然后再画满这个粉色就可以了 用起来真的是非常方便 我用这盘的时候 就很能让我想到Pammergrass的红色的眼影盘 这盘的粉质也都非常好 都是那种显色度炸裂的 像这种大红色 大面积使用也蛮好看的 再接下来是这三盘里边 最不日常的一盘是这个Astro Pink 你看它的包装是这种粉紫色的 巨美 打开 这一盘里边是有三个哑光色 一个金属色 一个大亮片 这个黑色是属于哑光里面有些闪片的 首先是这个金属色 这是稍微带一些粉紫雕的 这个颜色超美 然后是这盘里面最酷的这个颜色 偏光大闪片 这个闪片色单用也很美 你也可以把它叠加在那种深色的哑光色上面 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这个黑闪了 再来看哑光色 这两颜色属于超级百搭的 就是那种肉粉色 是不是超白搭这种颜色 然后也是这盘非常突出的一个紫红色 这盘的颜色真的都超级美的 那我今天就用这盘 画一个比较偏日常的妆 先用这个淡的肉色打底 你看温染度也超好 这个粉质真的是超顺滑的 再用这个加深一下 接着从前往后上这个亮片色 不要上太多在眼尾 看到这个颜色吗 这个颜色真的超美超猛的 超级亮超好看 我这个是没有打底的效果 把这个紫红色压在眼尾 再在两个颜色的分界处加一点这个 下眼影呢 先用这个颜色打底 紫红色上的眼尾 然后再上满这个蓝色亮片 边缘再处理一下 对了 我刚刚忘记给你们试这个亮片色 在别的亚光色上面的效果 试在这个紫色上 这个颜色叠加在这种鲜艳的底色上 还蛮有味道的 那我们再试试在黑色上的效果 哇哦 黑色上的效果好赞哦 太酷了 那我先去把妆补完 这就是这盘Astro Pink的完整妆效了 那我这一盘里边只有这个黑色没有用到 因为我想用这盘画个稍微淡一点的妆 这盘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这个偏光蓝色大亮片 这两个肉粉色的亚光色我也非常喜欢 粉质也非常好 然后颜色超级百搭的 这两个颜色特别可以搭配很多紫色的眼影 它用这个蓝色大亮片配一个这个紫红色亚光色也是非常美妙 搭配在一起就很有我后面桌面这种宇宙星空感 这盘虽然看起来颜色妖艳夸张 但是如果你画的范围小一点 像我今天这样子的话 还算是蛮日常的 最后是这个绿盘Sci-Fi Green 看这个包装 超级美 我这盘比较悲催收到时候就碎了 里边是被我自己压过的 我这个真的是压得惨不忍睹 那这盒里边是亚光比例最高的 它有1 2 3 4 4个亚光色 然后两个金属色 是那种黄绿色系 其实我这个金色也裂开了 是不是很好看 它配这个黄色的搭底色也非常赞 这是里边稍微带一点薑黄雕的 这个黄色超好看 两个绿色也很美吧 就有点均绿色的感觉 还有一个亚光黑色 你看这个黑色的延展度 这盘粉结都非常好 延展度都超赞的 那我们来化妆吧 先用这个黄色亚光色打底 这个黄超级好看的 然后再上这个稍微浅一点的绿色 然后再用这个略深一点的绿色 画在双眼皮内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画 我觉得换成这样子已经不错了 但还想给大家试到这个金属色 那上眼皮就先用这个黄色吧 暗点在眼球中央 下眼也先用这个黄色打底 这打底色真是跟绿眼影绝配 再上一层这个绿色 再沿睫毛根部上这个绿色金属色 我这盘黑色也有点碎 现在搞到手上真的很脏 再加深点再眼纹 现在眼影就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就是这盘绿色的 Sci-Fi Green的完整妆效了 那这个就是本物 我非常喜欢这盘的颜色 作为一个绿眼影的爱好者 我觉得这盘它的一个精髓 就是在这个打底色 这黄色真的超美 就是带点姜黄 带点芥末黄的那种 它配的绿眼影简直是绝配 我都非常想把这个颜色给抠出来 如果不是看在这个包装 真的很好看的份上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颜色抠出来了 三盘拍完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我自己觉得这系列的三盘 配色都非常好看 而且粉质都非常赞 我们再按照这个拍摄顺区 一盘盘过一下 首先是这个红盘Cyber Bronze 这盘是我觉得 这三盘里面最日常的一盘 它这三个棕色就非常百搭 只用这三个颜色的话 就可以完全的种通情妆 这两颜色就是给红色爱好者的 这个大红色超美 这个粉红色又温柔又日常又显色 然后这个银灰色就充满了太空感 接下来是这个蓝紫盘Astro Pink 这盘也是这两个裸粉色 亚光色超级百搭的 如果你要化紫色系的妆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搭配到这种打底色 这盘最厉害当然就是这个偏光大亮片色 这也是这个系列里面 唯一这种质地的眼影 把这个蓝色大亮片 跟这个紫红色配在一起 真的超酷的 在这盘里面 这个蓝色大亮片 跟这个紫红色简直是绝配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 看作一个单色的眼影 它可以搭配在很多眼妆上 底色不同 它产生出的效果也不一样 最后就是这个绿盘Sci-Fi Green 这种绿色调是那种比较偏日常 就是画出去不会觉得 非常妖艳的那种绿色 还蛮有一种森林感的 这种黄绿配色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绿色爱好者的话 我很推荐这盘 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绿眼影的话 这盘也是可以用得出去的那种绿色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 KIDOS Futurism三盘眼影的评测 希望大家喜欢 那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跟Subscrib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